是气球 你说让我吹 然后后来你没有 我不见了 这里有气球 对 麻烦你们吹一下 是吧 有打气筒 不是说整你们是真的 只有一个是什么 这样吧 我用这个 你拿嘴吹 因为我先找到了 有道理 那我试试看吧 让他们俩搞一下 等会连军的脸就是 死的 你爆了 所以你们两次 完全不会做菜是不是 我基本上不会 基本上不会就是不会吗 基本上不会就是不会 就是会 花艺师来了 请进 推的 推的 你好 是花艺师吗 是 怎么称呼 我姓二 我叫十一 所以我们称 对 称你 二老师 二老师 对 二老师你好 我是八先生 你好 你好 二老师你好 我是六先生 你好 老师先帮我们标出这些 该卖的那个价位 但是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 最基本的程序 好 首先 我们应该先了解一下 花店里面 需要用这种工序 工序你们都准备好 我们有剪刀 有包花的纸 一个花店最重要的三把剪刀 一把是这个肢剪 这个肢剪是用来剪一些 比较粗的杆 就是木本植物 是这样的 好要剪鞋的 你剪一下 剪一手 你没劲 你就让男孩拢了 我真的不行 这工作给你们做 我之前有学过 它的意思是说 因为它这个面积越大 它吸收水分的空间 空间越多嘛对不对 所以它剪得很斜对不对 剪不动 你们俩行不行 你们俩行不行 OK了 有了 所以这个工作就交给 你是什么六先生 六先生 以后剪汁就交给六先生了 谢谢六先生 没事吧先生 这个是汁奖 是用来剪纸和剪丝带的 就比如说我们在去剪丝带的时候 这个就很容易剪 这个呢就是剪大部分东西了 随便拿东西一剪就行 这个透明的胶带是用来 我们用来去 缠一些包装纸 会经常用到的 这个绿色的胶带 它跟普通胶带有点区别 就是它本身是没有粘性的 但是一拉开 它就会有粘性 好